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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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跟其他人也有暧昧 感情处理的不清不楚 刚认识时会觉得这个人很厉害 但了解多一点 就觉得根本有些性格上的盲点 为了网购事业 他会动用朋友关系 帮忙跟演艺圈搭上线 也会在个人网站放上跟艺人 名人合照 显示自己人脉很广 但看在朋友眼中就是个不明钓鱼的人 当听说吕元忠与六元旗已经到了论及婚嫁的程度 都觉得不可思议 暗酸是真爱 除了六元旗 2016年也有媒体爆出吕元忠曾经源自公迷 但他否认 表示双方是工作上的合作关系 其实早在2014年 吕元忠也曾被媒体拍到跟金钟事后隐星逛街买衣服 还大手笔帮隐星买单而传出恋情 只是当年没人认出是吕元忠 仅帮他关上斯文男称号 短短几年间就与三位女星闹绯闻 加上暧昧对象 吕元忠的感情真的很活跃 请查看 请看 请您按赞 订阅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